沒有秘密,成功關鍵就是改變靠鍛鍊 好,我們有請Jerry 大家好,我是Jerry 我也恭祝大家新年一年 身體健康,生意興隆,財源滾滾 我是健身教練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成為健身教練 以及我教學的理念和宗旨是什麼 我大概在2012年,機遇完口後讀了一個課程 那課程我讀到最後才知道是一個教練的牌 所以我本身是喜歡的東西才去讀 然後我讀了很多不同型的衣服 看到大家的A.A.S.N.P 這間學院其實是一間較權威性高的運動學院 所以現在就算我要求我們的教練 多數我會看看他在哪間學院出來 看看是否我們可以用的 另外有一個就是 看到一個2013年群組隊員大賽的八強 其實這個比賽其實是在北京那裡辦的 那全國呢 其實他參加這個比賽是需要一定的要求 可能你要在體育方面 要推動到很多這方面的事情 讓人知道 先讓他篩選 那全國應該只有10個人入圍而已 那我說是其中一個 那時候就特意請了一個禮拜假 上去北京 但是其實這個比賽只有兩天而已 那已經很幸運了 是入到八強了 那接著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證書 因為我們做教練 因為運動方面那個潮流都轉得很快的 那我也希望 經常可以給到一些最新的東西 給同學員去做訓練 那所以我自己都不停去進修這件事 那講回呢 其實講回人生的轉捩點 應該講回2007年 那有些朋友就帶了我上去打泰拳了 那泰拳其實對我往後教學的理念 和那個公司的宗旨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那時候上去什麼都不懂 那時候差不多一個星期都訓練了 四、五晚 因為我本身下班沒有什麼工作 那些教練師兄呢 其實叫我慢慢上去呢 他們是很有心機去教的 那時候我還記得其實我是放三千元三個月 人玩的Pan 基本上我一個禮拜五天都在那裡 那但是這件事會更加影響到我會覺得 就算現在我是每一堂收緊可能八多元 甚至八百多元一堂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我懂的東西都教給人 那另外就是說 那上當初我其實我們有什麼都不懂 什麼叫轉腳轉腰轉肩都不懂 都不懂 只是打兩個直拳 其實都學了三個月才懂 那那些教練都很有心機 那直至到去到自己可以上台比賽 甚至去給一些學生去教 那就令到我會覺得 咦原來我們可以透過鍛鍊去提升我們的層次 就算那樣東西不聰明 只要你肯付出時間 你都可以去做到一個一定的成績出來 那所以泰拳就是令到我 又在這一方面很大的影響 或者做人方面很大影響的一種運動 那去到2011年 那時候都學了差不多四年多泰拳 那有一天我坐在那裡想 咦我可不可以把這件事變成我的職業呢 那就開始去找些東西讀 找一些關於體育方面的課程去讀 那就讀到最後才那個教練 那個健身教練說 你知不知道你考這個牌 每個小時賺多少錢啊 那我才知道這是一個教練牌的課程 那很幸運啦 當然都是PASSY了 那之後就開始慢慢在那些 體育運動場啊 體育館啊 或者在別人的健身那裡 就租場去教一班學生 因為為什麼沒有去一些連鎖的公司去做呢 因為大家可能連鎖的公司 他要求可能你只不過是 不會進回去像一個銷售的教練 那所以我自己就自己跳出來 去透過網上去找學生去教 好了 那上當初 2012年左右 那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懂 那又膽粗粗走去一些網站 這個政府的Healthy網站啊 然後自己開個page啊 去分享一些體育能的知識 那又變成了很多人 有很多學生 就找你去教了 那也有很多人會找你去做一些評判啊 那這裏得到了很多工作的機會 那去到2014年了 自己膽粗粗租了一班學生 就租了一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 荃灣 剛剛就是 阿汪路Sir 新office 剛剛是那個單位隊長的一層 那 那 那在這個地方裡面呢 我接觸到更多的機會 那很多媒體啊 報紙、雜誌、電視啊 去關於一些體育方面的事情 都會找我去做一些訪問的 那去到2016年了 那當初我會想起我師傅 咦?我又不會教到我 我懂得教人 懂得教人 那我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那跟著我2016年 我們就搬了出去 去荔枝閣 那 開始有些 我有不同的課程 有小組課程 有個人訓練 那 那 現在 之前 有很多教練呢 其實都是我的學生來的 那我教到他 有自己的學生 那 那 所以就說 之前泰拳學的東西 對我有很深的影響 那 那說回Stage 為什麼突然間 說了什麼叫Stage呢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 他都有自己 長處 有自己發揮的舞台 那 但是你要在你的舞台裡面 發熱發亮呢 那你也有強健的身體 那你就需要來我這個舞台去幫助你 在你的舞台做發熱發亮 所以我們改名叫Stage 那 到現在 其實還有一些媒體去找我們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一直都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去 去跟人宣揚正確做運動的知識 或者 那個方法 那 大致上 對 今天說的是這麼多 那小弟呢 其實都有我的Facebook page 還有我的公司 那 大家多多支持 我可以繼續做這件事 Thank you 謝謝 今天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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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謝謝